现在峡谷还是超多人看的 而且老外都喜欢看在这边看着弱呀什么 现在去 如果你不害怕的话可以一直往后边走 可以走很远 它这两边都有路很长的 但是坐在这边看日落也很好 今天玩了一小天 爱还是很有玩的 每个地点都很有意思 它每个地点都很有意思 像这边基本上都是以自然风格的 风光为主 然后日本的话感觉融合的特别的好 你是拜扇峡谷的守护神是吗 啊啊 啊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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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